我买了一个游戏账号后 聊天频道里总有个小女孩管叫我妈妈 之后我才知道 袁浩主是小女孩的母亲 却不幸去世 从那天起 我就一直扮演着她手机那头的妈妈 但我们之间的交流 仅限于互发可爱的表情包 或者听她吐字不清的东拉西扯 直到一年后 我收到了她吐字清晰的语音 妈妈 我们班男同学叫我脱裤子 你收到一条语音消息 正在打游戏竞技赛的时候 手机上方出现了消息弹窗 不用想也是那个叫笑笑的小女孩 她是我买来的这个账号里唯一被我留下联系人 我用极快的手速滑走弹窗 继续游戏团战 直到嫌五连败后 我退出了游戏 我点开聊天软件 这小家伙除了那条语音 还给我发了十几个哭泣难过的表情包 我点开她的语音 妈妈 我们班有男同学脱我裤子 她现在好像是读小学一年级 她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开心和无助 我感觉到了明显的不对劲 于是马上回复了一条语音信息给她 这是我第一次给她发语音消息 之前都是回复表情包 为什么要脱你裤子 和爸爸说了吗 发了这条消息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笑笑应该睡了 我窝在沙发里 翻阅着我和笑笑的聊天记录 我们用手机联系已经一年多了 两年前我买下了这个游戏账号 账号需要连同聊天软件 一起转为我的实名 和我同城交易的是个漂亮的女人 检查完账号没问题后 就很顺利地完成了交接 为了防止账号被找回 需要删除联系人 我当时急着打游戏 也没在乎这些细节 直到用了一段时间后 笑笑疯狂给我发来语音消息 我才想起来要删人 最开始笑笑只会喊妈妈 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到最后 她开始学会收藏我回复的表情包 起初我也就是图一乐 平常也是嫌出屁 就没删她了 没事一起逗逗表情包 直到有天她发的语音消息里 有一位老人怒吃到 妈什么妈 你妈死了 那天我才知道 和我交易的那个女人去世了 而笑笑一直以为这个账号 还是她妈妈在用 反正只是听她碎碎念 我也就没有删除她 但我没有回复过语音消息 一是怕她认出来 二是毕竟我也没有妈妈 我不知道妈妈应该是怎么样的 但一定不是我后妈那样 见她没有回复我 我便又打开了游戏 玩了一通宵 直到早上她还没有回我 我就睡了过去 被手机提示音吵醒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笑笑这家伙又发了几个 开心的表情包 并附上一条语音消息 妈妈 爸爸早就不要我们的你忘了吗 我蹭了一下 从沙发上坐起来 给她拨打了语音电话 连续拨打几个后 才终于被接通 妈妈 电话那头传来了 她兴奋的声音 我压低了嗓音开口道 笑笑 你身边还有大人照顾你吗 笑笑 外婆呀 我继续问道 那你把脱裤子那件事 和外婆说了没 笑笑沉默一阵后轻声说 说了很多次 外婆叫我别烦她 她说我同学开笑而已 我小心翼翼开口道 没有别的大人了 笑笑回应道 还有妈妈呀 原来她只有外婆了 可是外婆不信她 我很想继续追问她细节 但是又怕她受刺激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 她拖长了语调 稚气地开口道 妈妈你声音真好听 这么久不和我说话 我都快忘记你的声音了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帮我教训那个男同学呀 面对她期待的语气 我缓缓开口道 妈妈很忙 但妈妈可以叫朋友去帮你 你在哪个小学 在她的告知下 终于知道了她小学的位置和班级 至于她的样子 账号里的收藏家我见过 我决定管一管这个闲事 毕竟继承了爸爸遗产后 把后妈赶出家门的我 很闲 隔天一大早 打了一通宵游戏的我 去车赶往了她的小学踩点 毕竟我和她没有关系 如果来接她的话 老师肯定不放人 我只能在门口寻找她和她外婆 我站在学校门口 点开手机上的照片 一一对比着进入校门的小孩 重点观察有老人送来的孩子 等了许久 也没有看到与照片相似的孩子 直到早自习铃声响起 看到一个简直男发的小女孩 背着厚重的书包往学校里跑 我试探性开口喊道 笑笑 那小孩转过头看向我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看来就是她了 我快速走到她身边微笑道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丽姨 昨天你妈手机里和你说吧 笑笑点点头 但好像有些害羞小声道 随后在学校保安的催促下 她开口道 丽姨 我要迟到了 我伸手摸摸她的头开口道 快去吧 我下午来接你 看着她进入学校 弯着身子 背着书包的背影 我不禁重眉 现在一年级的书包 就这么重了吗 而且刚刚她是一个人来的学校 这么小的孩子 基本都是由父母 或者老人接送 我的心里不由泛起一丝怜悯 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酒店 开了一间房 沉沉地睡了一觉 很快就到了下午 她放学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她的外婆 她外婆牵着她 站在学校门口 对面还站着一个女老师 看架势应该是班主任 我假装不经意地 走到他们身后不远处 原来老师在批评笑笑的成绩 说她从来不教视频作业 说她名字都不会写 还有成长足迹 本一次也没填过 而笑笑的外婆陪笑道 刘老师啊 笑笑给我看过她寄作业的本子 但是很多字她都不会写 手机我看不懂 不知道啥作业 笑笑外婆一直在解释 她没读过书 也不懂怎么查看 手机上布置的作业 也不知道成长足迹本是个啥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记得我读小学那会 不就简单地写写作业 就完事了吗 视频作业又是啥 还有成长足迹本 我没忍住开口道 视频作业 和成长足迹本是什么 刚入学的小孩 很多字都不会写 家长看不懂小孩记录 布置的作业的话怎么办 他们三人同时看向我 笑笑看到我开心道 丽姨 你真的来了 见笑笑这么叫我 她外婆问她我是谁 笑笑告诉了 她我是她妈妈的朋友后 外婆没再理我 刘老师回应我道 看不懂小孩记录的作业 可以去手机APP上看 也可以在家长群里问 笑笑的外婆开口道 刘老师啊 什么呀批评 群又是什么 刘老师深吸一口气 你手机下载一个软件 每天给孩子布置作业的同时 也会在上面发布 也要拍摄一些 小孩做家务的视频上 传到上面 当然成长足迹 本家长每周都要填好胶上来 在班主任一直在指导下 笑笑外婆从怀里 掏出一台老人机 刘老师不耐烦地指了指我 这不是孩子妈的朋友吗 让她弄吧 说完她就转头 往学校里走去 我大声道 你这到底是给孩子布置作业 还是给家长啊 有没有考虑过留守儿童的家庭 刘老师没有回应我 她走远后 外婆瞥了我一眼 拉着笑笑就往家里走 我追了上去 正准备提醒她外婆 要重视笑笑说的那件事 她外婆美好气地说了句 你妈的朋友呢 有个好东西 快回家 我还要去饭店洗碗 我放慢了脚步 轻轻跟在他们身后 过了两条马路 穿过几条小巷后 看着他们进了家门 这里是一处平房区 路边还有着废弃的铁路轨道 我蹲在轨道上 看着那扇关掉的门 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我打算再等等 刚刚笑笑的外婆 说她还要去饭店洗碗 所以一会家中 只会剩下笑笑一人 不久后 果然看到笑笑的外婆 急匆匆地低头 往门外走去 确认她走远后 我敲响了笑笑的门 门打开后 笑笑看到我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把我请进了屋 虽然房子很老 很小 但是很整洁 笑笑乖巧地 拿出一个杯子洗干净 给我倒上一杯白开水 随后 她认真的坐在椅子上 睁大眼睛看着我 丽姨 是妈妈叫你来 帮我收拾那个男同学的吗 我伸手摸摸她的头 首先你知道 男同学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这点很棒 其次笑笑扬起下巴得意倒 妈妈教过我 隐私部位要保护好 要及时告诉家人 我愣了愣 难怪这么小她就懂得 原来是她妈妈教的 我小时候遇到过这种事 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家 当时被威胁的时候 我只是害怕 只想那个人快点让我回家 就尽力配合着她 直到那段画面长大后 还在脑子里 我才知道那是猥亵 我看着笑笑勇敢的样子 再也没有了顾虑 开口道 可以和我说下详细经过吗 笑笑还不避讳地告诉了我一切 她说是班里一个叫吴浩阳的同学 下课时间把她带到了角落 吴浩阳要她把裤子脱了 不然就打她 她不肯 就被打了一巴掌 然后被拔掉了裤子 并用手摸了一下 之后吴浩阳还警告笑笑 敢告诉老师和家长 就打死她 我看着眼前这张稚嫩的小脸开口道 你为什么告诉大人呢 不怕她打你吗 笑笑摇摇头 妈妈说过 别人打我就要打回去 但是如果对方人多 就往人多地方跑 实在跑不掉 被欺负了的话 就一定要马上告诉老师或者家长 原来这就是有妈妈的好处 当年我要是有她这么勇敢就好了 笑笑真棒 你做得对 笑笑听到我的夸赞笑了笑 随后眼神黯淡了一些 她抿着嘴低下了头 丽仪你真的信我吗 可是外婆不信 老师也没耐心听我说 我牵起她的手 我信 明天我就去你们学校找他们和老师 一定会给你一个答复 笑笑抬起头眼里 闪过一丝光 随后有些担忧到 那如果你打不过 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办 这小家伙 以为我去找他们就是去打架的 还担心我打不过 我吃笑道 放心吧 你利益能一个打八个 而且我们先和他们讲道理 如果他们不管好自己的小孩 我再帮你揍他们 安抚好笑笑后 我便离开了他的家 走出他的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八点了 他的外婆还没回来 看来他外婆工作确实很辛苦 也难怪他会自己上学 自己煮饭 才一年级的他 显得格外懂事 才一年级的那个小男孩 显得格外可怕 隔天一大早 我就蹲在马路边等着笑笑 他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往学校跑 我拎起了他的书包 起码五斤重 我牵起他的手开口道 怎么每次都这么毛毛躁躁的 在他的带领下 我走进了老师办公室 刘老师看到我问我什么事 我就把笑笑和我说的详细情况 再次陈述了一次 刘老师忙着批改作业 没有抬头看我 片刻后 他只是敷衍道 你只是笑笑妈妈妈的朋友 麻烦你叫孩子家长来说 我缓缓开口道 家里情况你清楚吧 除了外婆哪里还有家人 刘老师皱眉择了一声 还是一副很忙的样子 投意不太 我继续开口道 我是笑笑干妈 电视台上班的 算了 我还是直接联系到学校上级吧 刘老师终于放下手中的笔 换上了一副笑脸 不用不用 早说你是笑笑干妈呀 你先请坐 我这就打电话 叫那个孩子家长来 果然 在外面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半个小时后 吴浩阳的妈妈 陆续来到了办公室 其中吴浩阳的妈妈进来 就看着我开口道 笑笑干妈 我听老师说了大概的情况 但我宅宅平时很乖的 我是来了解情况的 毕竟有些话不能乱说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笑笑的外婆怒气冲冲走进了办公室 指着我鼻子道 有什么好了解的 谁让你带笑笑来找老师的 经过我同意了吗 他冲进来就把笑笑往外拉 我拉住了笑笑的手制止道 你为什么不相信笑笑 他外婆甩开我的手大声道 小孩才几岁 他懂什么 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弄这么大阵仗 知不知道我请假过来一个小时 就要扣掉20块 原来刘老师联系吴浩阳家长的同时 也联系了笑笑的外婆 外婆说完便低头向他道歉 老师对不住了 小孩子不懂事胡说来着 耽误大家伙工作了 说完他便看向吴浩阳家长 表示歉意的点点头 然后扫了我一眼力声道 麻烦你别管闲事 我深吸一口气 感觉喉咙被堵住了 我看了一眼他外婆点头道 行 以后笑笑 有什么心理硬硬就哭去吧 说完我便往门来走 吴浩阳妈妈尖锐声音在身后响起 老师 以后这种情况都没合适清楚的事情 就不要把我叫来学校了 人家家长都不着急 我着急干什么 虽然我没有朋友才沉迷游戏 那我也不至于闲的来找骂 下一秒 笑笑的哭喊声在身后响起 我有证据 二年级有个叫江南的姐姐看到过 我顿住脚步 转头看她 她外婆看到她嚎啕大哭 终于有了一些耐心 开始询问她 我们跟着笑笑到了二年级 在二年级老师的询问下 笑笑口中的姐姐 马上就举手替笑笑说话了 起初我还有些还有些担心 担心这个女生 会因为各种顾虑不站出来 看来小孩子的世界是很纯粹的 会权衡利弊的 只有大人 二年级的证人叫江南 根据她的陈述和笑笑说的一致 江南当时也想过制止 因为她也害怕那个小男生 只是回家告诉了她妈妈 因为江南和笑笑 在体育课的时候 偶尔在一起玩过 也算是认识 江南妈妈当时就联系了刘老师 刘老师的表情将在脸上 解释道 哪有 我没有接到过电话 江南开口道 刘老师你是不是记错了 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在旁边 刘老师笑道 会不会是你记错了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 老师一定会处理的 我可可开口道 打电话叫江南妈妈来一趟 不就知道了 在等待江南妈妈来的过程中 欺负笑笑的吴浩阳 被留在了办公室 笑笑先回教室上课了 笑笑的外婆 坐在学校操场上 双目无神 我缓缓走到他旁边坐下 他开口道 谢谢你 我实在没想到 一年级的孩子 真会做出荒唐事 我摆了摆手 以前也有 只是现在的孩子 更懂得保护自己 半个小时候 学校门口进来了一位 穿着优雅戴着墨镜的女人 应该就是江南妈妈了 刘老师把我们带到了 二楼主任办公室 这次跟我们交谈的是 学校的主任 江南妈妈开口道 那天我女儿和我说这件事 我很气愤 马上就联系刘老师了 我没想到这么久了 你们才来处理 这让我怎么放心 把孩子放在你们学校 刘老师坐在旁边 一声不吭 主任则是安慰江南妈妈说 先处理完我们这边的事 再来谈 主任开口道 情况我们都知道了 刚刚也跟两个孩子沟通过 吴浩阳认错态度也非常好 他只是好奇 女孩子下面跟他们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小孩子 有这好奇的想法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严厉批评过了 笑笑外婆开口道 那怎么处理 主任笑着说 是这样 我已经在他们的日常行为本上 写了警告 包括笑笑 如果再有下次 就记过处分 我疑惑道 意思就是笑笑和他们处分一样 我绝对不同意 这男孩必须转学 主任开口道 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 主要笑笑平常 也总和他们在一块玩 而且笑笑也不是班级最漂亮的 真要干什么 为什么找笑笑 笑笑大声说 没有 是他说 我和别人玩就打我 主任拍拍手道 那你怎么不告诉老师呢 之前你们在走廊追逐打闹 也很开心啊 笑笑气鼓鼓的说 我和刘老师说过 我说我跟别人玩 吴浩阳就要打我 刘老师对我说 为什么别人就打你 不打别人 我算是听懂主任的意思了 意思就是笑笑被扒裤子 是因为他平常和吴浩阳走得近 江南妈妈冷哼道 主任 你这意思就是笑笑自找的呗 那你们把男女分班好了 吴浩阳妈妈开口道 虽然我儿子有错 但是天天有个女生和他们一起玩 他肯定会好奇啊 而且到底是不是我儿子 威胁他一起玩 这谁说的准 笑笑外婆有些生气道 我家笑笑很漂亮 他从小懂事不爱哭闹 刚刚他哭了 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吴浩阳妈妈冷哼道 我家洋洋成绩好 在家也爱学习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你家笑笑带坏的 听说你家笑笑 父母都不在 也得很 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 啪 我猛的一拍桌子起身 就冲向了吴浩阳妈妈 给了他一巴掌 你现在在告诉我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还是一个巴掌框框响 没父母成绩不好 就是野孩子 你家小孩成绩好 还怕别人裤子 我现在就报警 我拍拍手怂怂肩 赶紧报 刚好我也想把你儿子做的这事 和警察好好聊聊 见我们要吵起来 主任开口道 要我们都出去 他说需要一个个谈话 我仰手拒绝 为什么要单独谈话 有什么话不能放出来一起处理吗 主任扫了我一眼 你不是孩子的直系亲属 我们需要和笑笑外婆单独谈谈 我看了一眼笑笑外婆 他外婆朝我点点头 示意我带着笑笑点出去等 我也没有再勉强 和其他几人站在了办公室门外 吴浩阳妈妈 则是时不时瞥我几眼 嘴里碎碎念着什么 我也听不清楚 江南妈妈走到我旁边 拍了拍我肩膀 示意我冷静 片刻后 笑笑外婆走了出来 吴浩阳妈妈又被叫了进去单独谈话 我连忙走向外婆开口道 怎么样了 笑笑外婆咒没道 让她道歉 保证不再犯 就算了吧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笑笑外婆 她外婆继续说道 如果吴浩阳不同意转学的话 那只能我们转学 可是 如果不在户籍地范围内的小学 除了手续麻烦 还要交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出不起 她说完便拉着笑笑苦口婆心地劝说 笑笑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体谅她外婆的不易 一直在点头 原来她的外婆转变 是担心转学后前的事 还有上学距离问题 我把这点忘了 笑笑现在的生活 全靠她外婆去饭店 洗碗的三千工资支撑 他们为了省下 一千一个月的学校午餐费用 每天午后 也是坚持回家吃午饭 休息不到半小时 又要赶来学校 所以对于他们 就算再生气 也要考虑能不能吃饱饭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 吴浩阳妈妈和主任 笑着从办公室出来 吴浩阳朝着笑笑伸出手开口道 笑笑对不起 这次我知道错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你 主任笑着看了一眼笑笑 那么笑笑 可以原谅吴浩阳吗 笑笑看了一眼她外婆 她外婆点了点头 便别过了头看向窗外 笑笑伸出手和吴浩阳握手道 好 与此同时 吴浩阳妈妈冷哼一声 好了好了 那这件事就算完了 我也要去上班了 走之前 江南妈妈在我身后 她们长长一口气 连局外人都觉得 这个结果可惜 我深吸一口气大声道 吴浩阳必须转学 而且笑笑的名字 不可以被警告在日常行为本上 主任的笑容将在脸上 吴浩阳妈妈也停住了脚步 转过头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有完没完 笑笑外婆捏住我的手腕 我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她在害怕 但是我看了一眼笑笑 她的眸底掠过一丝光 我转头看向外婆 笑笑外婆 钱的是你不要担心 转个学的费用 还不够我游戏里 两个大国标的钱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转学的一定是你 外婆听到我这么说 也有些犹豫 她很想为笑笑出气 但情况不允许 她也担心 就算最后是吴浩阳转学 她也怕笑笑被穿小鞋 我握紧了她的手继续道 你放心 我敢保证我会处理好 交给我好吗 你看看笑笑 她笑得多开心 笑笑外婆看了一眼 笑笑期待的眼神 随后咬咬牙对主任开口道 主任 我不同意这个解决方式 这件事 由莉莉负责 和你们沟通处理 吴浩阳妈妈怒气冲冲走向我 这么小的是 你至于这么末技吗 你当学校老师 显得有空 一直陪你周旋是吧 主任开口冷声道 既然你们不同意 那你明天再来吧 我也要忙了 很明显 她是想完拖延了 我微笑道 没事 你该忙忙 我也不会再来找你们处理这件事 说完 我便把笑笑叫回了教室 扶着外婆往学校门口走去 而主任也追了上来 笑笑干妈 你等等 我们还可以再谈谈 我笑道 别呀 主任你们这么忙 这件事就不劳烦学校费心了 陪笑笑外婆回到家后 我打算联系教育局 我观察了学校是有监控的 但是我查了相关资料 一般学校不会给我们看监控 所以我并没有提出来 但是这件事 闹大就不一定了 学校这种处理方式 无非就是为了保全学校的名声 以为家长没那么多时间找上面 大多家长会给学校面子 毕竟小孩子要在学校待几年的 也捏准了笑笑外婆 没有钱替小孩转学 还好我够闲 正在我查资料的时候 江南妈妈不知道 从哪弄到了我的号码 她告诉我如果需要她 她随时可以出来作证 我有问过她 你不怕学校给江南穿小鞋 她告诉我大不了转学 因为她女儿也知道 这种行为不对 她也希望学校 能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让她女儿看到 听到江南妈妈的话 我很感动 也更加坚定了 要把这件事闹大的决心 当天下午 我就把刘老师和主任 举报上了教育局 并告知了笑笑外婆 笑笑外婆也是早早收工 留下我在她家吃晚饭 正在吃饭的时候 吴浩阳的妈妈 还有主任也敲响了门 他们的脸上 也出现了真诚的笑脸 主任说 这件事是刘老师的疏忽 如果他早早在江南妈妈通话后 就主动解决 就不会闹成这样 他说已经让刘老师离职了 而且浩阳妈妈 也打算给浩阳转学 并把笑笑日常行为上的警告抹去 我一边夹着菜 一边开口道 那就行了 我们在吃饭呢 主任连连点头笑道 行 轻轻摇头 示意她继续吃 半个小时后 终于吃完饭了 我坐到沙发上 打开了游戏完了起来 主任坐在我身边继续道 那个小丽雅 你看能不能撤销教育局的投诉 毕竟是刘老师失误 不关我们学校的事 又是这种套路 把锅甩给老师 她是真不记得在办公室的那副嘴脸了 我缓缓道 游戏开了 退不了 主任顿了顿开口道 行 那你先玩 我等你 我转头道 我的意思是 既然我已经举报了 我也不会撤回 主任没有说话 吴昊阳妈妈轻声道 笑笑干妈 你想要的结果已经给了 就算了吧 学校也劝退我们了 但以后 笑笑还是要在学校读书的呀 你就不怕 她对这件事影响 我冷笑道 这么爽快的就转学了 还陪着主任来这里道歉 看来新学校在主任的推荐下很好吧 吴昊阳妈妈对主任说道 主任 反正我已经来道歉了 其他事我不管了 走了 打了三把游戏后 主任见我没有想聊下去的意思 垂头丧气的准备走 她走到门口的时候问我 已经给了你要的结果 为什么一定要投诉学校呢 因为你们是在压力之下 给出来的结果 主任轻笑道 有区别吗 你知道你这次投诉 会影响我们学校的评分吗 我从总监 评分重要 学生的心理就不重要了 我一开始是相信过学校 所以我没有直接投诉 可你们给我的结果是 以大化小 我看了一眼笑笑 继续道 笑笑一开始 选择相信了老师 结果呢 她选择相信学校 相信你 结果换来了警告两个字 主任冷笑道 算了 你们这么不饶人 以后也学校里 有没有人给笑笑穿小鞋 我也不知道 我轻笑道 不怕穿小鞋 就怕孩子不敢说 看着属主任垂头丧气的 走出了门 我抬手摸了摸笑笑的头 我相信笑笑以后 感受到不公平 一定会和家里说 毕竟她这次家里 提出来的问题 引起了家长的重视 所以以后 她会更加积极和家里沟通 小时候的 我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我的爸爸他 如果像我现在这样 距离力争就好了 从我即使起 就没有妈妈 只有一个后妈 一开始遇到有男孩 扒我裤子时 我是不敢说的 后来他一次次威胁我 我实在忍不了 才鼓起勇气 告诉我的爸爸 可是我的爸爸好忙啊 他以为我还小 以为我在撒谎 加上后妈 在旁边一直煽风点火 后妈说 就算是真的 别人为什么只找我 还不是因为我成绩不好 被坏人盯上 总之从那天后 我有任何事 再也没有和家里说过 因为说了 他们也不信 终于爸爸去世了 他把所有都留给了我 后妈在我懂事后 也开始对我好起来 可是后妈是我的证人 她曾经好几次 有看到过我 被拖到单元楼里 她以为我忘了 她以为我那时候才幼儿园 不可能存在那段记忆 但她不懂 有些创伤 是可以刻在脑子里的 最后我把她赶出了家门 我也变得很奇怪 一个人生活后 只爱沉迷在网络世界 不爱社交 但我觉得很安全 很温暖 直到遇到了笑笑 直到发现 笑笑正在经历 我当时所经历的一切 虽然我没有妈妈 但我也了解到 小孩子的话 一定要认真听 她对你的任何求助 一定要给她结果 不要觉得只是童言无忌 经过这件事 主任和刘老师 都离开了学校 而我和江南的妈妈 也加了好友 偶尔会一起带小孩出去玩 笑笑的外婆 对我也有改观 她说我是她女儿 唯一正常的朋友 她说她女儿很漂亮 很早就早恋了 谈过很多男朋友 不自爱 也不归宿 抽烟喝酒样样会 所以她一开始 以为我也是这样的 直到她女儿肚子被弄大了 男人找不到是谁 在笑笑读幼儿园的时候 她就离开家大半个月 再次联系上的时候 是医院打来的电话 酒精中毒死亡 所以笑笑外婆 恨她这荒唐的一生 而笑笑的长发 也被外婆剪短 她说像个男孩子 就没人追了 她就不会和她妈一样 听到这里 我的心好像堵住了 笑笑的妈妈 不是一个好女儿 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妈妈 但她并不是一个坏妈妈 她用她的精力 教会了笑笑女孩子 要保护好自己 有人欺负了要找大人 和笑笑外婆聊完天 我也打算回家了 走之前 我推开了笑笑的房门 她正在埋头写作业 见到我来 她抬头道 立宜 你可以帮我填下本子吗 欣老师说 要补齐前面几周的 我接过她递来的本子 原来这就是成长足迹本 要家长记录 每天小孩 完成作业后 所读的课外书籍 还有一周 要自己背两首诗 我疑惑道 那你告诉我 你最近都看了什么课外书籍 笑笑摇摇头 指了指追上的作业 每天做完作业很晚了 没时间看书 没人叫 所以作业很慢 但是学校可以报课后服务班 下课后继续上课 那样有人交作业也写得快 才有空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 那你想去吗 笑笑摇摇头 外婆说太贵了 而且就是等于多上一两节课 我点点头 这不就是补习班吗 我拿起笔随便写了几本书 填在了足迹本上 然后我又要笑笑拿个碗 假装在洗碗 给她录制了一段视频 上传到了APP上 一通操作下来 终于完成了家长的作业 笑笑换了班主任后 我也以她干妈的身份 进入了学校群 已经下载了各种软件 和聊天软件 没办法 毕竟现在都这样 只要笑笑能身心健康地 完成学业 这些事我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因为笑笑不想去课外服务班 之后的日子 我除了在家打游戏 偶尔也会去笑笑家里 替她补课 还好她很聪明 很多题目她只是不认识字 看不懂题 做起来还是会做的 我的日子慢慢有了色彩 终于不再是 每天窝在家里混吃等死 可是事情慢慢变好的时候 上天总会制造一些意外 三年后的深夜 我接到了笑笑的电话 她告诉我 她的外婆死掉了 我赶到笑笑家的时候 她很平静 但是脸上挂着泪珠 我帮她处理完 她外婆后事后 她从房间里拿出了一个本子 还有本存折地给我 利益 外婆说你人很好 这些年帮助我们不少 她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也知道 妈妈是真的不在了 外婆要你把我送到福利院 长大以后再给我 我接过递来的东西 是平房的房产证 和一本存了两万多的存折 我开口道 为什么要去福利院 你想不想做利益的小孩 笑笑连连摆手 不做不做 我疑惑道 为什么 笑笑低头挫挫着一脚轻声道 我也问过外婆 外婆说你以后要结婚生小孩的 原来阿她的外婆是怕她拖累我 可我小时候的经历 让我早对男人无感了 然也不会现在三十多了 还没谈过恋爱 我把她头搂入我的怀里笑道 我以后不会结婚 做我小孩吧 笑笑开心地搂住了我的脖子 当天我就把她带回了假 办理完收养手续后 我和她也成为了一家人 虽然她和以前在手机里一样 叫我妈妈 但我们在一起的相处方式 就和朋友一样 她想喝奶茶 我就会下单 然后要她跑腿替我下楼拿 凌晨想吃宵夜 也会拉着她陪我去烧烤 她寒假饭懒 不想做作业 我也懒得催 等她自己开始着急熬夜 开始自觉补 笑笑的脸上也多出了很多笑容 但在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却发现了一些小异常 她总爱锁住房门 敲很久才会开门 有次她忘记锁门 我敲了敲门就直接打开了 看到她拿床单披在头上 当做长发 当时就给我笑喷了 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意识到我伤害到她自尊心了 几天后 我小心翼翼开口道 要不从今天起留长发呀 长头发好看 笑笑低着摇摇头 外婆说留长发会被男孩子喜欢 影响学习 没等她说完 我就把她拉到了洗手间 拿出准备好的假发 戴在了她的头上 整理好以后 我惊讶到 哇 笑笑好美 笑笑也满意地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随后眼神黯淡了下来 打算取下假发 我摁住了她的手 用下巴折了指镜子里的她 笑笑 每个女孩子都有留长发的权利 你不是给男孩子看的 是给自己看的 终于在我的劝说下 笑笑露出了笑容 眼睛里也泛着泪光 那天以后 笑笑越来越自信 成绩也越来越好 身边也出现了不少朋友 我把她养成我心里的样子的 她就像另一个我 遥不可及的自己 很快 她考上了理想的初衷 为了她读书方便 我们也准备搬离这附近了 走之前 我提出要看一眼 她童年居住的平房 给她外婆捎点纸钱 毕竟以后要一年来看一次了 我们蹲在平房门前捎着纸钱 笑笑嘴里念叨着 外婆 我留起了长发 但是并没有早恋 妈妈一直在保护我 就像你以前一样 把好的都给我 我也考上了好的中学 以后啊 我们要一年回来一次了 捎完纸钱 我们缓缓站起身 看着地面燃起的火苗 等待她燃尽 笑笑以后的日子 将会是一片光明 而我也会为她保家护航 因为笑笑出现后 我童年那段深刻的记忆 越来越模糊 与其说是我拯救了她 倒不如说是 她让我弥补了童年的痛 忽然那团火苗 窜起小旋风 在地面旋转 笑笑连忙挽住 我的胳膊惊讶道 妈 这也没风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拍了拍她的手笑道 这是外婆替你开心 就像你小时候 围着你外婆转圈圈一样 全文丸感谢观看